我们来看一看我们 各位主演 都对角色有什么样的告白 然后对粉丝有什么样的话想说 对观众有什么话想说 我们从石影开始吧 OK 这是我想送给石影的一句话 你我如影随形 有幸遇见 有对支持你的观众朋友们想说什么 想对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 雪寒微花开 愿时光带你们尽是温柔 哇 谢谢 谢谢湛湛 那我们来看一下 人敏 我要对朱妍说的是 你要依旧天真无邪勇敢去爱 继续的天真无邪勇敢去爱 想对支持你的观众朋友们说什么 我希望大家可以像朱妍一样 可以永远善良勇敢 希望大家都可以善良勇敢 谢谢 接下来看一下紫棋 什么 我给青刚写的是 正直如你 未来也请继续勇往直前 那想对支持你的观众朋友们说什么 愿大家都能像青刚一样 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非常正能量的祝福 谢谢 谢谢紫棋 接下来 我给崇鸣写的是 孤家寡鸟 叫偶尔下山 找朋友们玩玩 怎么那么可怜 想对支持你的朋友们说什么 想对朋友们说 崇鸣的羽毛赠予大家 愿大家东不冷春不寒 好温暖 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写的是 石雨 希望你能一直稳稳的幸福 嗯 那想对支持你的朋友们说什么 石雨牌的糖果 不只送给雪莹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体会到生活的甜蜜 哇 挺大爱的 来 清飞娘娘 我想对清飞娘娘说 万般执念皆浮云 嗯 然后想给观众朋友说 呃 希望你们能够遇到一个 不要像清飞一样的老板 能够天天有秉深 哈哈哈哈 非常实在的祝福 那六位的祝福我们都收到了 谢谢